我也感謝歌寫弦 一路以來 從壽弦媽媽來到寺院 第六 這裡面也是寫弦 可以說 我們都是這樣一路走 一起寫習手帳 所以今天媽媽 這個 從幾個月子去看三面 這還是我們 藝術在這邊 用好之後 第一次 這裡 為媽媽來做生理 她現在在三個月 我們每天早上 來這邊工作之前 會先上七線下面 看看媽媽在那邊 下班五點會上七線 那些工作年輕人 這個媽媽都很愛她 好 今天這個寄寄掛 他是在講守成的一種智慧 那其實寄寄就是事情已經做好 做完成 接下來 好 其實 事情做完成 反而容易 完成之後該做什麼 怎麼知道 這是比較困難 所以他需要有一種守成的智慧 大家不用來講 如果說我們今天都在上班 我們可能不知道說 當有一天我下班之後 退休之後該做什麼 所以工作做完了 不能再上班 退休了 接下來要做什麼 那所以 一件事情 做好 肯定做的過程 大家要進步努力 那要把它做好 可能很簡單 因為只要你努力 用心 期待在裡面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反而他的困難在於說 當這事情做完之後 接下來 接下來是 要規劃下一個事情嗎 或者是說 像我們到場的習慣是 有時候活動結束之後 然後就大家做下來檢討 檢討 檢討 他的這一個事情做得怎麼樣 有沒有尤其感情的 側依偽 那這個檢討改進 讓以後做得更好 那這個呢 也是一個很好的 叫做 事情做完之後 該做什麼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這個關係到說 我們能不能守成 就是說我的做完之後 能不能有再下一次 或者是說我的成就 能不能守得住 有時候我們會 做完事情之後 該做什麼 這個事情 反而 大家 比較沒有去思考 所以 這一個掛 主要是在談這個問題 那 從這個掛像來看 他這個掛是一個完美掛 就代表說事情已經做好 而且做完成 所以他有完美的掛 為什麼叫做完美的掛 譬如說這個初九跟六四 剛好一一相對 這個六二跟九五相對 一一 九三跟上六相對 都是一一 所以他剛剛好一兩各三 而且都對應 對應 所以他是非常OK 非常好的一個狀態 這就是代表事情已經做得很完好的 完好的記憶 譬如說 下個禮拜 我學院要到日本 去參加他們日本第一次 集辦的那個素食大會 所有十幾個國家 的素食學會的朋友要來 他們需要有一個職工 沒有人生 像我們到場這麼多好朋友 可以來幫忙 那一個負責主辦的那一位 他是我們明德的道歉 明德書的道歉 所以呢 他最近很忙啊 為了辦這個活動 到處 這個 還常常跑國外 然後去張羅 按牌 你知道換一個活動的不容易 不容易 但是呢 他最重要就是缺人手 就像我們到場 人很多對不對 人多好辦事 所以 我們就藉這個機會 這個當然也要去撐錢他 去幫忙他 當然就派了 我們當地找了一些人 然後去當事工 我們給他想一下 其實他為了辦這個活動 他可能花了很長的時間準備 可能 也許去年的現在就已經 開始在準備送電 因為他每年輪不同的地方辦 不同的國家 比如說我們台灣辦的那一年 剛好霍杰參加認識了這一個朋友 日本素食學的朋友 然後霍杰到日本去就去找他 然後就渡了他 那現在呢 沒想到他現在要辦 等等 上一次在台灣辦的時候 那是兩年前 好 那我們就去想 其實人世間就是這樣 一件事接一件事 當你有一天你負責一件事情 哇 你就會知道前面的努力 那個工作很多 那個籌備 等到 他是10月20號辦完之後 其實前面的努力大家都會做 但是辦完之後該做什麼 這個就有學問了 好 有些人辦完之後 終於解脫了 回去睡一場大覺起來之後 好像什麼事情就 over結束了 這下一次再輪到日本 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會輪到 那這樣子是一種守成嗎 還是這時候辦完事情應該這樣子嗎 所以這裡面就 就是這個畫像告訴我們 他已經很完美的 把一件事情做完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畫像的呈現 但是我們要問說 接下來 像這樣的事情做完了 該做什麼 這就是這一塊要講的記記 所以人生的過程中 每當一件事情完成後 該以何種態度 請作為來面對 有時 事後的安排 管而比事情的理更重要 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 我們做一件事情 不是說做完就算了 我們做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 叫做不經一事 結果怎麼樣 不經一事 那我們做一件事情 是不是有一些成長 一個團體 如果辦了一件很重要的道路完後 是不是大家都有成長 那要不要做一些檢討 等等 事後的努力 事後的努力 反而更重要 那事前努力的時候 為什麼比較容易做成 因為當我們在籌辦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很用心 因為有目標 有方向 有做法 這個都很清楚 譬如說 去年他可能接到了這個任務 明年的今天 沒有意思明 10月20號 要辦這個活動 他可能就開始重臨 開始重臨 所以他其實一整年都很忙 他除了特別抽空 來參加我們明德書院 第一次辦經典身為的啟動 那一次他來參加 然後求人到之後 我看他每次 我去要找他 他都在不同的國家 為了辦這樣的活動 可是你會知道 他有很清楚的目標方向跟做法 對不對 就非常清楚 可是事後 做法目標方向 往往容易被忽略 那辦完就算了 所以我們這一掛 叫做激激掛 其實它的重點是擺在這裡 事後目標方向 容易被忽略的這個 你應該怎麼來做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應該怎麼來做 所以才會說 開創容易守成怎麼樣 這個開創就代表說 我前面的部分 守成呢 當已經開創成功了 接下來 這就比較困難 記記掛就是在教我們 如何開創成功之後的守成 所以大家先了解這一步 其實對我來講 也蠻重要的 因為人生 到底有多少次 讓你辦這樣子重大的活動 就像日本 你多久還輪一次 因為好多個國家在輪 那這一次輪到 現在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一次又一次 如果說我們辦完 能夠有一些收穫 這個叫做守成 好 所以這一名記記掛名 代表說事已完成 當事已完成 必須持中守著 節制戒曲 這個是傳統的記記掛中我們講的 不可忘形驕種 講一次幾個原則 其中會流露出盛極必衰 守成艱難的永恆意識 盛極必衰就是說 如果覺得自己這一次辦得很成功 就驕傲 這樣子叫做盛極必衰 所以下一次可能就會辦不好 不要以為這一次辦得很成功 下次就一定成功不一定 同樣一件事情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種經驗 後續的經驗是這樣 同樣一件事情 第一次做的時候 因為特別用心 所以做得特別好 以後都沒有第一次好 這樣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第一次總是特別做好 因為他特別用心 然後呢 等到辦完之後 以後下一次輪到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反正我們有經驗 這個用心度就很高 所以人在辦完一件事情之後 該怎麼樣子去面對自己 這事情完後要做什麼 這就是計計畫要教我們 我們可能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所以從這個字來看 記本來就是這個度和的意思 它有3.15度的意思 引申出渡口救濟 救助幫助成功完成 聽這個意思 那它本來是一個象形字 就是說一個人會坐在石器旁邊 轉那個頭 表示已經吃飽了 人家問他說吃飽沒有 我吃飽了 那個象形 那代表說我已經完成了吃飯這件事 那它把它引申 這一個字的意思就是 有完成度和 引申為已經得到幾度 已經成功 已經完成了 就是在 所以我們前面講的 就這個計計 引申就是已經完成了 做一件事情 譬如說我們現在上到第35關 大家有沒有想過嗎 還有多少次 就664關完成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參與 就來到了這個已經完成 64掛圈 那你會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這就是 機器掛要問的問題 從掛系上來看 傳統是在小過掛之中 小過 小過呢 是大家經過努力 其中努力呢 雖然有稍微超過了挺長的那一種 但是已經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所以它能夠有所成 有所成了 所以就來到了這個 叫做雞雞 雞就是已經成了 已經做完了 那 它雞雞掛的相反 就是把它轉180度的話 那剛好就是胃雞 所以雞雞跟胃雞 這個 就好比平跟太那個意思一樣 轉180度就是 那我們這個白羊的雞雞 上個禮拜上這一掛叫什麼 正掛 正掛就是 人事人生過程當中 那個對我們以前很大的震撼 那種類似那種震動震撼 當我們有了 人生重大的一個變動之後 我們經過了 經歷了 這樣子的一個人生重大的變動 就是說 突破了這些重大的變動 難關之後 就可以有所成 因為這個可以看起來 正怪有點像是考驗 變斷練 那你經歷了這些是考驗斷練 大的變動之後 最後一定會有所成 所以又來到了這一掛 就是奇蹟 正掛之後就奇蹟 所以按照白羊液經的排序就是說 下次如果大家遇到了很大的震撼 要記得說 這個關卡過了可能就成功了 這樣子 就是就會有所成 就會來到奇蹟 這樣的意思 然後講到這個掛像 它是離火在下 然後砍水在上 水火激激 但是它的水在上火在下 火在左這個水 叫做水火香激 因為水在上 所以水火激激 有人給它解釋成 人的身體 這個水跟火 相互調和營養調 水火激激 接著 水火香膠相機 那甚至有的把它擴充成 解釋成修煉上 要水火激激 所以點一點還不夠 還要再點另外一點 就是這樣 這種擴充解釋 也不太對 其實水火激激 本來就是這句話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 既然它是火在上 就是外掛 外掛就是離明在外 那 砍險 險在下 所以險在前 就是下過 所以代表是什麼 代表要謹慎小心的意思 不可以有事無恐 有事無恐就很容易招來危險 換句話說 在這裡 它告訴我們說 當來到激激 這件事情做完之後 還要更小心謹慎 不要以為做完就可以放鬆 這一切就OK了 這樣子 其實還要準備 去面對 更大的挑戰 這就好比民國34年 不是抗戰勝利嗎 我們佛國老師 來到了天津 在天津 好像35還是36年的時候 到了天津 35年的樣子 那時候看到跟勝利 那時候老前來也在天津 然後可能在天津總壇吧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同心堂 師尊跟天津的主要的 團是幹部 就很慈悲的時候就講 他說你不要以為啊 趕戰勝利 一切就開始 哇 國家就會幸福安定美滿的 那以後就沒事了 沒戰爭了嘛 就沒事了就會很好這樣 不是 沒有更大的考驗在後面 要大家準備 能夠到眼地去辦的趕快去 能夠開放的趕快去開放 所以這裡 就告訴我們說 一件事情完成 並不是代表說 就已經OK了 就可以什麼都停擺來休息 也不用做什麼 然後沒有規劃 其實不一定 有時候是危險要來受定 所以要更小心 所以它有預防的意思 有預防 防犯未然的意思 所以這個雞雞掛呢 它也有這樣的含義在 好 然後如果 我們從掛理上來看的話 雞雞是一心中最完美的一掛 因為它的陽味都是陽陽 陰味就是陰陽 然後又都相應 就是 它對應都是陽陰陽陰陽陰 所以都是對應 所以它是非常完美的 剛柔令計 就是這樣 雞雞掛 可是呢 這世間是這樣子 太完美的情況 反而有危險 就好像 月亮 食物的熱質最嚴重 你看起來它是最完美的對不對 可是接下來就要怎麼樣 要缺了 要開始轉缺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過於完美 所以人不要太完美主義 太過於完美 什麼事情要對著完美的呢 自己壓力目標 因為這世間 假如真的有所謂的 最好的完美 可能也是一下下 就會一下 沒有 沒有真正的完美 最好不要 因為完美已經不代表好 所以 因為 如果 我們來到了 真正 我們認為說已經完美了 那就開始走下鍋 所以 雞雞掛也有避免 往下鍋走的一個 黃煥的味道 好 那我們來看看白羊 這個 易經 它有 重點的 這八個是 延伸 痕頭 這是圓痕 圓痕 圓痕 延伸 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那個 出發 出發性 在努力的時候 那個 向上提升 然後呢 一路都很 很通很順利 那一個過程 然後 當我們來到了 經過這個過程 來到了 成就的時候 就要用明理 來守一 這樣子 一個是努力的過程 一個是成就之後的 要注意 要守成 這個是守成 這個代表開創 開創通過這個 這是射成 開創成 開創成 好 我們來念一下 這個 有德禁止 這邊 有德禁止 人生很同理智 真顯何以 甚至極為之兇 自人心情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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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掛詞 它 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 如何守成 它基本上是這樣子 就是說 假如有一天 我們真的是有所開創 開創出一片 是不是 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 開創後 應如何守成 這樣子的問題 好 然後 一位有德的禁止 他會以真誠的出發心 這個出發心要長保 出發心 好 想一下如果說今天 這個事情還沒有開始 那我要開始做 是不是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只有那一陣信 是不是這樣子 好 人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 一開始就是一個心願 然後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那就像 我們那時候也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 一開始有一個心要做 就在玫瑰城那邊住一個二樓 就 成立一個 成立一個 成立一貫書院 在場裡面有人 落成的時候去 所以我們性理也有去 還有命理也有去 還有 會班長也有去 落成的時候 董經理也是主持 還主持安座的 在落成的時候 那個是美國100年 現在是107年對不對 其實整個過程是從無到有 但是 目前很感恩 那時候為了這個書院 要不要成立在那裡 去 剛好去觀音山 有一個牽手的觀音 大家不是都 可以投個十塊錢 就會有一支牽出來嗎 然後大家就在那邊 每個人出來 就 一支牽然後上面 有幾 有 有幾 或 他還分三等 還是九等 還是九個程式 那我也想說 好啊 我來問問看 現在要準備成立這個書面 要在那裡 就丟什麼 出來 本來一支牽跟人家不一樣 只有四句話 然後是寫上上千 我第一次挑到上上千 我就說 欸 這個地方 設這個書院應該很好 不然怎麼可能 這麼巧都有上上千 就設在那邊 設在那邊 從那邊開始 一步從那裡 再到景美 再到景中間 然後再來到這裡 然後再成立藝術站 然後 其實一路就來了 其實 我們一開始是 書生嘛 什麼都沒有 所以就這樣 不立不圖的 然後就開始投拼了 其實這個出發心比較重要 因為有這份出發心 想要做這些事 所以 做一件事情 這個真誠的出發心 那個是最可貴 或許會感覺是這樣子 那今天來看 如果我們說 當一個人有所成就的時候 他可能這個出發心 就會慢慢的被 那一份感覺 有所成就的那種心給取代 那就有可能 出發心會比較謙卑 然後 再努力 等到有所成的時候 就會比較 不是那麼謙卑 也許會驕傲 也許 就不再那麼努力 那所以 長寶出發心則怎麼樣 成道有 這意思就是什麼 所以這裡 這裡是講這個問題 然後要 另外 保持努力過程中的分通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今天我能夠有所 開創有所成 那個整個過程 可能有各種的考驗斷練 但是能夠走到今天 代表那個過程 斷練 後來都通過了 都亨通 亨通的意思就是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 這段努力的過程 如果都順利的達成了 那這樣子叫做恨通 所以說 這個努力過程中的恨通 那堅持精子的正道 即潛容物用時的心態 所以堅持精子的正道 叫做正 潛容物用 就叫做淺 所以真淺合宜 真淺合宜的意思就是 人要能夠成功 最可貴的就是這個 潛容物用那個時期 那個時期還沒有更新 那個都比較謙卑 努力的信息 另外就是 他堅守精子的正道 沒有整天 還有 我們可能 有很多 考驗斷練的時候 我們懂得去順勢而入 不好的時候 危險的時候就停 那以努力行人為準則 所謂的努力行人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我做的這個事情一定是 對別人有好處的這樣子 不是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就比較了解 那一切的成就 建議當以理義來守成 今天來到這裡了 有守成了 那還是要注意 理跟義 義就是要為大家來設行 不是只有考慮自己 理 然後就很清楚 規範 然後以誠性的智慧來應對 所以今天 當你越走在這個人生路上 越走在上面 越往上走的時候 下面的人越來越多 看著你 所以要記得 陳情很重要 當我們走在上面 下面的人 是不是 你下面的人就會越來越多了 然後下面的人 通常眼睛睜大大在看著你 所以這個陳情一定很重要 陳情的思維 好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埋陽 雞雞掛 它的特點在於說 它非常清楚 它把我們該怎麼應對的修養 通通講在裡面非常清楚 不過一開始讀這樣 你可能讀不懂 對不對 這到底是什麼 當然 我們從後面就會瞭解 那這六個謠詞 我們會不會來介紹 所以 這整個 《易經》 基本上就是 記記掛 就是要問這個問題 當完成一件美好的事 該以何從心態來面對 我們從這一關要來學這個問題 是學這樣的智慧 這就是守成 那百陽記記掛 開創守成 開創容易守成難 這是我們常常聽的一句話 但是我們可能不大懂 為什麼守成是難的 那以為說 我現在賺了很多錢 我就把錢守住 那通通存在銀行 就不要拿來花 然後 就吃它的利息就好 可是我們知道現在利息很低對不對 你們聽過一個名字叫做富利 所以 等到最後你發現 存在銀行 其實 那也不是守成最好放的 因為潛力來用 所以 守成呢 不是那麼簡單的 就是說 我現在有這麼多 我就把它保守住 放著藏起來 以前的人沒有銀行 就在家裡挖一個洞 然後用鏡子 銀子都藏進去 然後 不用嗎 所以你不能拿出來用 不敢用 放著 最後還不是給別人 甚至 可能 有很多 最後都沒有挖出來 那就 那也不是守成 所以 守成 代表意義 這有時候我們要去探討一下 守成什麼意思 其實守成比較 那 積極一點講 就是說 今天爸爸的公司 傳給孩子 孩子繼續把他發揚放大 公司越來越發達 沒有說 到了孩子的手上 就付不過三代 公司慢慢跑掉 所以守成 如果說 從一個公司一個家來講 家業或者是事業 他能夠不斷的發達 不斷的發展 一代船一代飄 那也可以看成是守成 所以守成不是就守成 我現有的這樣就還要不是 他還代表有不斷發展的意思 就说不是只有现在这样的 还要不断发展 所以七七卦讲 事成之后如何守成了智慧 那白洋七七卦是教我们 这样守成了智慧 重点有凡事保持恨通 合一的事就不可轻易改变 述事而为 本的人心来行动 以理合一来守住所有 诚信而有智慧的应对 这些都是事成之后很好的守成的 这是我们白洋一经所要教我们的 好 来大家念一下传统的这个挂词 祭祭 祭祭 和晓 礼生 书席终晚 范月 祭祭恨 小者恨也 礼生 刚柔胜而未荡也 初期柔得终也 终止折乱 喜到穷也 向曰 水在火上 祭祭 君子以吃患而欲防之 好 祭祭恨小代表说 他这个亨通 小有亨通 稍有亨通 为什么 因为祭祭是一个很完美完成的 所以他已经没有那一种 将来会达大的那种的 开展的情况是没有 他已经代表来到顶完成了 所以他叫做稍有亨通 事成就是很重 所以他不是那种 有很大很大的这个未来发展性 因为已经来到这个顶点了 那力争 坚持 坚持的正道必将有力 初即终乱 起初虽然极强 最后终将至乱 这个意思就是说 通常人都是这样子 一开头会特别用心 特别努力 然后慢慢慢慢收懈 慢慢慢慢就越来越放松 然后最后就会 叫做终乱 就是最后没办法完成 就是因为没有 没有到开始的用心 所以这一化炎 完成后继续坚持的正道 将有力后继的发展 从头到尾不要改变我们的基本原则 要不然会乱 纵乱 如果说这个原则改变 离开了这个坚持正道的危险 所以继继哼 小者哼 所以继继挂的哼不是大有作为那一种哼 而是小有作为的哼 因为已经完成了 只能少有哼偷拿 所以力争 刚柔正而未当 力争代表坚持的正道必将有力 那从挂项来看 因为他是阳 刚跟阴柔都刚好对阴 都能端正而即位 适当 所以他可以小有狠头 初吉 为什么刚开始是吉 因为柔得中 因为柔顺者得即中位 因为下挂他就是柔顺者 最后将至为乱 是为什么 因为事成之道已经困窘 事成了嘛 事成就已经没有什么好努力了 困窘就是已经没什么好努力了 所以他就没办法 有很大的发展 通常人一件事情做完了 他说他不可能 有大的发展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会填住 自己也会填 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 祈道求也 像曰水在火上 寂静 君子里失范而易法 所以孔子对这句话的解释是说 其实寂静呢 虽然是代表事情已经做完了 但是呢 要为将来做打算 要失范易法 一先防备 他可能会中下坡 譬如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 来到这里 然后如果我们不晓得怎么守成 他就会下来 这样 所以就这么说 一先防备 可能会产生的一些 有可能的破坏 所以这个叫做守成的智慧 你来到这里怎么守 或不然会下来 就是施范易法 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讲 他传统已经是告诉我们说 守成在四前 四成后 他有一个示范易法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是浅就应该要做防夥 因为物极必保 所以寂寂挂的 为一切事情的条件 都到位 完美到无以复加 但紧接着的演则 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是开始往下 下走 因为来到了最顶顶的 他就往下 代表说走到极顶 就要开始往下 所以寂寂 接下来就是位寂 这边的山寂就下来 所以位寂只在乱 因此说出极中文 相对的讲 要缓缓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 传统一经纪在这里 也点出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人到了事情做完的时候 最容易松懈 也最容易顾及必分 也最容易想象 那人在努力的过程 是一直向上 但是来到顶呢 如果人没守住 就想 想 谁要去防患 这件事情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就要让我再来点回事 好